川普税改呢 我们知道是30年内 一个最大的一个税务改革 很多人他过了一年以后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有些人觉得 哇 怎么去年的税 要么就是欠很多税 要么就是退很多税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那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川普税改呢 他英文叫做TCJA Tesca and Job Act 这是他的这个简写 好 那第一个呢 就是他个人的税率改变了 从最高的39.6 降到37最高的税率 那他的税率也是分别为 10 12 22 24 32 35 37 7个不同税率去算你的税金 然后每一个额度呢 也降低了 就是大部分低收入人群 他的税是会需要扫缴一点的 基本上他的税金和他实际想象的金额不太一样 这就需要做这个预扣的一个调整 那我们预扣调整需要怎么去做呢 第一个 这个假如说你不是很确定怎么去做预扣调整 也可以到国税网站 他有一个叫withholding calculator 他专门帮你计算 你应该多预扣或少预扣的这个金额 你再过去网站可以找到 那什么样的人需要去检查 他的预扣税到底准不准确 第一个就是双收入的家庭 假如说夫妻二人都有收入 第二个就是假如说其中一个人有两个工作 那这样的话因为这两个公司可能不知道 他其他的收入有多少 简直他的扣的税是比较低的 因为他以为只有一份工作 那这样的话他年底可能就需要补税 有孩子并申请这个抵税金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个人扣除额 就是个人减免额已经没有了 这2017年最后一年4050的这个一个人的人头税 减免额没有了 1819年都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也有改变 那还有就是你的小孩加17岁以上的话 可能有一些大学费用可以用来抵扣 上一年度他的这个是使用逐项扣除的 就去年他不是用标准扣除 是用逐项扣除 他有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 他的医疗费用 他的捐赠 他这个地产税等等 他假如用这个抵扣的话 他今年有可能就需要用这个标准扣除 Standard deduction去抵扣 那这样的话这个结果也会不太一样 去年假如是高收入 或他税表比较复杂的 那这些这些一般人 他就是提前会跟他开始沟通 他明年的税到底会有什么改变 还有就是当然是去年 这个要么是收到大笔的退税 那收到大笔退税 表示你的这个预缴税较高了 那假如说是收到这个欠税单的话 那表示你预缴税较的不够 就是你可能预估的那个金额呢 低了 那这样会有这个相应的税金罚金 还有利息会产生 影响的部分呢 在税表上还有三个这个不同的影响 就是一个是叫 Child and Dependent Care Credit 就儿童和被抚养人照料的费用 就你请人去照料你的小孩 你和你太太都去上班的话 那这样的话你有多少抵扣额 还有Child Tax Credit 就是你假如有小孩 然后又是收入不是特别高的话 他有个这个抵税额 这个也增加好 从1000增加到2000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去17年是1000块 18年是2000块 今年又增加几百块 好 那还有就低收入的这个抵扣 叫Earn Income Tax Credit 这部分 假如你符合这个的话 这个金额也会改变你的预扣税 那下一个就标准扣除额的变化 这也是这个1819年很大的一个变化 17到18是最大的变化 从17是6350 是直接跳翻倍跳到12000元 这个个人报税的话 那当然18到19它是一个小的改变 从12000变12200多加200块而已 不17到18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那夫妻合报也从12700增加24000 也是几乎一倍 那今年只是增加400块 所以这个1819这个改变比较少了 还有这个 Idemized Deduction 就逐项扣除的额度呢 也改变很多 那以前Idemized Deduction呢 这个逐项扣除是有个最高限的 就是假如说是有钱人 他收入很高 他有很多的逐项扣除额的话 那他是有受到这个 因为他收入高 会受到限制 他逐项扣除的总额会受到限制 那今年呢是不受限制的 因为他这个一个很大一个税改 一个是医疗和牙科的费用 那医疗牙科费用呢 也从这个2018年的7.5 你的调整后总收入7.5 以上的医疗费用才可以用来抵扣 那你在19年呢 他又跳回来是10% 也就是说你要 基本上生这个大病 才可以用来抵扣 因为你的这个标准扣除 标准这个抵税额也增高了 医疗费用很高才能用来抵扣 第二个就是地产税 还有这个周税的抵扣 这也降低了 降到最高你只能抵扣到1万美元 这影响华人最多的地方 因为我们华人很多人都喜欢这个豪宅 豪宅其实也不是非常贵 他超过100万就算豪宅了 豪宅的话他在加州的话 他都1.2到1.6的这个地产税 那肯定会超过这个1万的这个额度 你的地产税加上你的周税最低 最高只能抵扣到1万 所以对很多的客户影响很大 你也看到现在房市那种大房子都在都在卖 现在卖的都而且在降价的卖 所以这也是因为这个税的影响的一部分 还有就是贷款利息 贷款利息也是我们华人常常碰到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去年和今年呢 这个钱从中国贷出来很困难 每个人有5万的限制 所以他很有可能在美国需要贷款 那贷款的话 假如是高额贷款 比如说超过超过100万的话 以前是超过100万的贷款利息不能抵扣 今年呢降低了 超过75万的贷款利息就不能抵扣了 所以很多人他只要买这个豪宅 然后这个贷款是超过75万的话 那很抱歉他的贷款利息就抵扣不了了 慈善捐款也修改了 以前呢是你的这个调整后总收入的50% 你可以捐赠 然后可以完全抵扣掉 那现在调整到60% 那慈善捐款都可以抵扣 所以你可以多捐一些 然后这个你可以多抵扣一些 好这个扣除这意外损失 还有这个盗窃亏损 也是今年没有这个税百改变了 所以今年的就18年盗窃损失 19年盗窃损失不能抵扣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华人报纸 常常有人这个被抢劫啊 或者这个有这个被盗窃 那这些亏损假如是发生在18或19年 抵扣不了 不过他有个除非 除非他是在这个联邦宣布的这种灾区 比如说加州的Wirefire 就加州这个野火区啊 或者其他的这个州的这个台风啊 或飓风啊 或龙卷风这种区域的话 只要是联邦这个宣告的这种灾区的话 那部分的抵扣还是可以抵扣的 还有这个逐项扣除额也暂停了 就很多员工他家有很多费用 是他自己要去支付的 比如说他为了公司支付一些 他自个人支付的一些公司用的费用 那他以前在税表是可以抵扣的 不过在1819年都不能抵扣 这对有些这个员工也是损失很大的 因为有些员工他 他是这个自己需要电的这个费用挺高的 以前在税表可以抵扣 当然现在也不能抵扣了 还有就会计师的费用 以前是可以用来抵扣 今年就不能抵扣了 额同抵税额的这个金额呢 我们刚刚说从1000到2000块 这是抵税额 就是说你可以用这金额去用来抵税 让你少交税 那还有退税额 退税额是从1000增加到1400 以前是一个小孩可以退1000块 那现在一个小孩可以退1400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所以因此有很多这个低收入人群 小孩多的话 他这个这个这个退税额也会增高 还有这个被抵养人的这个抵税优惠 被抵养人不一定是你自己的小孩 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的父母 是你是你的被抵养人 那那个呢 有500块的这个抵税额 这也是这个新的规定 AMT就最低 代替最低税 AMT Alternative Minimum Tax 就一般的 以前是有钱人 他有很多 他有专业的快选师 律师去帮他去合法合力的省税 他有很多低扣额 而导致他缴不了什么税 不过国税他规定呢 你要再算一个AMT的税去算你的正常的税和你的AMT的税 哪一个比较高 高的话就要付那一个 所以这个很多人就会受到这个抵养高的话 就还是需要付一个合力的这个AMT的税 那这AMT的税因为长期他没有去调整 而本来是应该是使用于最高收入的人群 现在慢慢变成中收入人群也会受到影响 那在2018年呢 他就做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他从收入 比如说这个个人收入的话 54,300直接调到70,300块 所以那收入价增高了 这个提高的话 很有可能很多人就不需要付AMT 因为很多人没有达到这7万的这个额度 就没有这AMT的税 那付期合报呢 也从84,500增加到10,9400 所以假如付期合报 他没有到这个额度的话 也没有这AMT的税 好医疗保险 以前我们假如说 没有去上医疗保险 他会有罚金 18年呢是最后一年有罚金 19年就没有这个医疗保险罚金 不过是联邦的部分 不过州呢还是很抱歉 州还是有罚金的 所以你会看到联邦没有这个医疗保险罚金 不过州还是有这个罚金 还有就是你的假如这个 你假如这个退休计划转换成Roth 这个退休计划的话 以前是因为很多人他这个traditional 就传统式的退休计划转到Roth 他有一些好处 第一个是把这个税缴了 放到Roth里面 以后他成长的部分是不用缴税的 所以很多人去修改 就是这个改成Roth 不过他现在已经不能去修改了 这也是一个改变 所以以后他有这个traditionalRoth 他还需要去继续付税 拿出来的时候还要付税 还有赠灾的话退休计划 比如说假如你在这个联邦指定的一些灾区的话 你需要这个退休计划的钱 那你这时候提出来的钱呢 因为你是在这个灾区的话 你不需要去缴那个10%的这个罚金 因为一般你通常提早这个还没有退休 你拿出来只有10%的罚金 而且当年就要把这个变成收入去缴税 那因为这个赠灾计划的话 他就不需要当年去缴税 而可以分三年去缴这个税金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优惠 第一个没有罚金 第二个税金你可以不用当年缴 可以分三年去缴 还有一个叫ABLE账户 从529这个转来的这个计划 第一个这个ABLE账户呢 可以申请这个Saver's Credit 可以申请这种退休的这个抵扣额 所以你还可以有可能有退税 或抵扣额的增加 还有就是这个以前529计划 就主要是给小孩大学的费用可以使用 那今年呢就是他改变了很多 他到K到12 就是小学中学 这些费用都可以使用 而且呢还不管你是公立 私立的需要都可以使用 那他每一个人每一年 可以达到一万块使用的额度 所以这是一个 这个一个好的改变 因为假如说你 你以前存529计划 结果小孩没有去上大学 哎呀 这个这个金额全部需要拿来缴税了 那现在就不用 只要小孩这个小孩 有上小学中学的话 也可以使用这个费用 好 那就是这就是大概个人的这个 税改的一些重要的地方 那我们也这个让客户去多多了解 这个关注一下 所以明年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法金和税金 好谢谢 请不吝点赞